灰色上衣的男子站在路边被警方团团包围 却还是不断咆哮 说什么就是不肯配合 一度靠在轿车旁 头滴滴的明显喝多了 已经站不稳 他不止酒驾连撞好几台车还想照逃 事发现场造势的银色轿车 车头已经撞烂 安全气囊爆开 这辆BNW被他撞到往前推 机车成了夹心饼干 波及三辆车 车尾整个凹陷溃缩 保险感都被撞掉 蹦的一声很大声 在那个池上便当那里 撞一路撞到这里 25号凌晨两点多 流行驾驶酒驾行进台北市巴德路 先是连撞三辆车还有路灯 当下照逃往前冲约20公尺 撞上豆浆店还想再跑 才被民众拦下 后来发现这名流行驾驶 酒测值高达0.99还是酒驾累贩 有两次公共危险记录 早被吊销驾照 无照上路 更恶劣的是 他留给警方的地址 电话都是假的 让被害人至今求偿无门 然后他的电话地址 完全我们现在都找不到他人 然后那台车他撞烂了 在那一边 他也不出来处理 豆浆店的员工在洗碗 他车子开过来 要冲过来的时候 他刚好他人逃开了 不然连他都撞上去 照适流行驾驶是高雄人 当时开的一次是家人的车 如今交保留下假地址 假电话真的搞消失 必不见面 警方却双手一摊 他们也找不到人 被害车主气炸 只希望这酒驾累贩 能尽快出面 好好负责 TVBS新闻 陈建敏和关义 台北报道